今集我們會踩單車一遊渠武署管理的九條充氣提霸 我們的起步點就是吳同河充氣提霸 至於今集為什麼會無端端講講充氣提霸 以及充氣提霸究竟有什麼用 我們就一路踩單車一路介紹 很快踩單車來到洛馬州港鐵站外面的新田充氣提霸 提霸的上游就是上水的麒麟村和六尾村一帶 而充氣提霸的另一邊就是深圳的 渠武署這九條充氣提霸 只是這條是可以在上面走過或者踩單車經過的 我們由這條充氣提霸去下一條充氣提霸 會經過一大堆穿路 會經過一大堆穿路 這些穿路的旅程我會拍在下一輯的 三六零單車油穿路裏面的 水就繼續向下游流 這條就是錦田河 我們稍後有幾條提霸 都是攔住錦田河的河水的 原住錦田河踩大約5至10分鐘 就會來到錦田充氣提霸 這條提霸就位於水頭村的外面 很容易找到的 只不過這條提霸其實是有兩條的 我們現在在看其中一條 另外一條就是在河道的另一邊 兩條提霸都是閘住錦田河的河水 錦田河會在這裏一分為二 其中一條支流就是源自七星江 即是八鄉和橫台山一帶 而另一條支流就是源自大墓山 經石江流到這裏 錦田河的下游就會跟山背河回合 然後出後海灣 所以充氣提霸的作用 其實就是防止後海灣的海水 經河道倒灌進來 影響了常游的農田 好 魚越落越大 現在就踩到下一條提霸 但這條提霸 為什麼會放棄呢 下游的水就湧上游 事實並非如此 這條就是牛淡尾沖氣提霸 它在2004年啟用 去到2008年它就壞了 就不回氣 政府經過諮詢過河道的居民之後 就決定不整回它 離開提霸 我就踩進去一條挖頭路 這條挖頭路就大約是兩三公里長 由於它是挖頭路關係 基本上就沒有人會來這個地方 畫面所見 河道的紅樹林已經生得很茂盛 現在我們看出去 基本上已經看不到河道 但在十幾年前 有很多人就會來這裡體驗 那究竟他們是看什麼呢 而剛才的提霸 為什麼政府最後決定不整回它 這兩個故事呢 請大家看回我網站就有詳盡介紹 那繼續踩單車 這個位置就是 咬頭回旋處和博外醫院之間 這裡有一條河道 這裡是人高河道 就叫做元朗排水妖道 大家認住這個南身圍的牌 踩進去這條小路 就可以沿著河道 就會去沖起提霸 看完這條提霸 就繼續完南身圍踩單車 這一段路大家應該很熟悉的了 踩單車經過整個南身圍之後 再踏上街道 就會入到元朗工業區 下一條提霸就位於元朗渠 元朗渠大家可能聽都沒聽過 但是呢 當一講元朗大坑渠 大家應該知道是什麼來的了 這一條沖氣提霸的功用 就是防止後海灣的水 經過山貝河 而倒灌入去元朗大坑渠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有水那邊就是下游 即是山貝河 補水那邊就是大坑渠 那邊就是大坑渠 沖氣提霸 從元朗工業區來到這個位置 我都會在稍後的 360單車游川路裡面介紹一下 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今集就講完 渠夢署的九條沖氣提霸 下一集就會講一下 另一個部門的沖氣提霸 它的功能就跟渠夢署 沖氣提霸完全不同 有興趣記得看我網站的介紹 去到影片的尾聲 看著這條河道 就繼續出去看看 究竟河道出口是什麼地方 這麼 Neder湯 非常表現 enfin非常有趣 都知道 所以說明我們不見 吃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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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水果